你的第一诉求是放在了自己的自由前面 是希望妈妈能够把房子还给姐姐姐夫 为什么你对于房子的这个事情也这么愤怒呢 姐夫出完差回来发现房子被卖了 过了两天我姐姐也领着孩子坐火车赶回来了 大冬天的没地方住 他们两个人带一个孩子身上才有1500块钱 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去面对我的母亲 你很心疼姐姐姐夫 对 也很心疼这个小外甥 但是我们刚刚在小片里面看到 你自己其实也有 你背着我如果你自己去了 那个培训费我不会给你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甚至我我能想办法把 就是你已经录取了 我能想办法把你弄得不录取 你信不信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心碎了 你想搭空姐那个没有门 搭什么空姐 空姐是持青春发 你就是回了大家回小家 回了小家 你像女儿 女儿还 你也不让过了 妈妈那是我的梦想 你怎么能不这样 我是你的女儿啊 我比你还难过 我也不 我的事业呢 谁来继承呢 就是说你你当空姐没有那个门 不可以去当 是青春发 那个是不行的 谁告诉你空姐是青春发 你有没有想过 你年轻时候可以当空姐 老了就不可以当空姐了 那为什么你要在我幼小的心里面 埋下那么那么一个美好的苗子呢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小孩子的心里是很天真的 很无知的 只要大人说什么 我们就会去做什么 是你给我建造了这个 美丽的梦想 等她理解我的时候 她的理想就会变了 她就不会当空姐了 从现在咱们俩的对话当中 我觉得您现在是在要求女儿 帮助你一起实现您的梦想 您的梦想就比她的梦想来得更重要吗 是的 最残忍的恩情 就是鼓励你去追逐梦想 却又亲手掐灭了你的希望 刘女士对于小女儿刘兆静来说 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恩种如山的暴君 刘女士为什么要牺牲 要身边所有亲人的梦想和追求 来成全她所谓的事业呢 她的梦想 为什么就要比女儿们的梦想来得重要呢 随着刘女士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出现 我们愈发的难以理解 陆续发生在刘女士身上的事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